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今本名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佛所护念经 这个经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 在我们这个经后面 六方佛的后面说的 这是我们本经的本名 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从这个经名 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个话门不可思议 这个称赞是谁称赞呢 是受访三世一切祝福 没有一尊佛不称赞 称赞的什么呢 称赞的不可思议功德 什么叫功 什么叫德 这个功就是幸运之民 功夫嘛 怎么修行的功就是这个嘛 得是什么呢 这个得了跟那个得到的得了是一个意思 古时候啊 这两个字通用的 所以这个得呢 就是我们得到了 你依照这个功夫去修 你得到什么呢 不可思议 这个幸运之民 往生不退啊 是这一部经的功德 怎么说不可思议呢 那是真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此时啊 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 等着菩萨了 都不能搞得很清楚 什么原因呢 我们常常赞叹佛 佛是万得万难 那么这种称赞 有很多人说 这是形容词 佛哪真有这么大能力啊 佛办不到的事情还很多了 不但我们听一般人这样批评 甚至于出家的大法司 也是这种批评 那么他批评的对不对呢 他批评的不对 实在讲 他对佛法没有面面看到 换句话说 他如果真正了解 这些弥陶经 无量寿经啊 就是净土法门啊 就会承认 佛真的是万得万得 真的 是决心圆满 没有话说的 为什么呢 这个罪业极重的众生 武力失误造这个重罪业 立刻就要堕地狱了 这样的人 我们要问 佛有没有本事 叫他不堕地狱 不但不堕地狱 能不能叫他立刻去称佛 佛如果有这个本事 那佛是万得万的 佛是决心圆满 如果佛没有这个能力 那佛的能力啊 佛的能力啊 还是有欠缺的 我们称他万得万能 是称赞的话 不是真的 不是事实 其实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呢 我们得到结论 佛的万得万能是事实 那就是说 无力使我要堕地狱的众生 佛不但可以叫他不堕地狱 可以叫他立刻去称佛 佛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叫他念佛 所以我们在十六观经里面 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 观无量寿他十六观 这个十六观 把三种念佛 通通包括经 前面十二种观 是观想念佛 他观想念佛 那么十三十四十五观 是观想念佛 观想念佛 第十六啊 是持明念佛 你们要记住啊 我们这个一套经啊 跟无量寿经啊 都是注重在持明念佛 持明念佛 是观无量寿经里面的 第十六观 那么度什么众生呢 五逆十悟 灵命宗食 一念深念 都能够往生 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语言证三不退 这还有什么话说呢 这个语言证三不退 就是成佛了 要不识成佛 这个三不退怎么能语言证 我们在前面说过了 小乘出国 小乘出国 开始正位不退 正位不退 正位不退 这个大乘 就是四国罗汉 回小向大 如果来语言证 如果来语言教来讲呢 奇心位的菩萨 正行不退 第二种不退 但明心见心 破一平无名 正一分发身 这个才能真的念不退 但是刚刚正的 没有圆满 圆满的三不退是谁呢 是语言教的等觉菩萨 像观世音大师智 文殊菩 弥勒之流的 他们才是语言正三不退 所以这个功德呢 就不可思议了 你看看 他不要修三大神奇迹 他不要经历那么多阶级那么多的位置 从这个施柱施行施回向 施地再到等觉 他不用经历 他从凡夫一下就跳到那么高了 又是一刹那之间 神念一念就得到了 这个不可思议 跟连菩萨都想不通 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道理 在《净土三经》里都细讲 对我们讲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摄放诸佛没有不赞叹的 没有不弘扬的 诸余要知道 所以最殊胜的法门 第一个法门 别的法门度不了的 没有办法度的 这个法门能度 这才叫第一 你们想 禅密 任何一个法门 无逆时悟 他能不能度得了 他度不了 纵然能度 也有很长很长的时期 要三大三七节无量节 不能叫他一下就度了 这个经常讲的 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 一天就度了 一天就把一个凡夫 从地狱里头度到成佛 这不是诸佛度众生的第一法门 什么叫第一法门 你们仔细去想去 所以摄放诸佛称赞 那么摄放诸佛既然称赞 我们再问一问 摄放诸佛讲不讲这个经 当然讲 佛在摄放世界 摄放世界的众生根性不相同 因此佛讲的经也不相同 不相同 唯一读这一部经相同 这部经相同 摄放三世所有诸佛 摄放不讲弥陶经 摄放不讲无量寿经 净土三经也论 绝点是相同的 佛佛都要讲 为什么呢 佛要不讲这个经 就不能普度众生 就不能把众生圆圆满满 以最短的时间彻底地读脱 佛就不能够 唯一读这个法门 所以诸佛要晓得 你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究竟是什么样的佛夫妻 没法子说 不可说不可说 没法子说 无量界以来 无量界以来 你在这一生能碰到这个法门 奇怪呀 你的福报真是 真奇怪 从哪来的福报 这是从题目当中 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这个意思 所以我劝大家 你们学经 就学三经就够了 学讲经 就学讲三经 自己依照这个经修行 拿这个经去度化众生 讲给别人听 不要讲其他的 其他都是二流的经 三流的经 这个是第一流的 第一流的只有这一步 没有第二步 你要划也要发划 你看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 都告诉主佛了 是这个经的续分 是这个经的引导 引字 你就可以可想而知 这个经的重要性 实实在在不容易 所以问道 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一切诸佛都说 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能教极重罪业的众生 一天成佛 我们今天业障没那么重 没造无利事物的重罪业 我们成不了佛吗 决定能成就 但是你现在还没成就 你没成就的原因在哪里呢 你对这个经 对这个法门 还没有能死心塌地 为什么呢 没认识清楚 经常说 难信之法 你信不信了 信的不踏实 信的不够彻底 你有没有发愿呢 有发愿 愿不切 你有没有行呢 有念佛 念的不够力量 念的不到家 所以信念心虽然都有啊 都很松懈 这就是你对这个经 究竟是 什么一回事情 你们又彻底搞清楚吧 那什么都放下了 这是不可思议功德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要晓得 这个称赞是 奢放祝福称赞 奢放三世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所互念尽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这一句意思也就很多了 一切祝福 是指 奢放三世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所厚持的 一切祝福 这个心里所念的 说个老实话 佛要念这个经吗 要念 为什么呢 他不念这个经 他不能成佛 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 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这个祝福也知道 不仅释迦牟尼佛 一切祝福 都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 这个道理就很深很深 阿弥陀佛 他的意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叫量 佛叫觉 你想想 一切祝福 是不是都是无量觉 他要不叫无量觉 他怎么成佛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是一切祝福 共同的名号 他要不成无量觉 他就不能成佛 所以他要念他自信阿弥陀佛 念他自信无量觉 真的自信无量觉 他就圆满成佛了 所以才晓得祝福是念阿弥陀佛而成佛的 同时我们在华言间上看到 文书普行是语言教的等觉菩萨 不是别教 语言教的等觉菩萨 在华言会上 还要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要成佛 成什么佛呢 成原教的佛 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无量觉 不仅他自己发愿 而且是以十大愿望 普遍地劝导 华藏海会 那些明心见信的菩萨们 统统求生西方世界 四十一位法神大使 那这个四十一位次 就是射诸 十个位置 射行 十个位置 射回向 又是十个位置 射地 又是十个位置 四十个 加上等觉菩萨 所以四十一个位置的菩萨 那每一个位置里的 人数 就不晓得有多少 啊 没法子计算的 统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干什么呢 到那边去乘 语言教的佛国 那 还有哪一个法会 比这个法会更殊胜 更庄严的 我们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所以说 华严经 史弥陶经 或者说是 无量寿经的续分 不为过 一点都不为过 真正是续分 所以一部华严到最后 归到净土了 就归到这个净土 所以一切诸佛了 所护所念的经啊 护法 这个法门是第一法 你不识候 你不爱惜他 你真正识候了 你会非常非常的爱惜他 就爱护他了 不要叫他失穿了 不要叫他失掉了 要把他发扬广大 你真正认识了啊 何况经上给我们说 一个真正发心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阿弥陀佛 派遣二十五位菩萨 日夜的保护你 你不会遇到一些凶宅 不会遇到危险 真心的 生净土 弘扬净土 不但我们要发心求生净土 还要发心弘扬净土 为什么呢 与佛的本愿呢 就相应了 你们有很多同学 也有的时候跟我说 要我 教你们讲经 我在这个地方讲啊 就是教你们讲经嘛 你们注意听嘛 好好的听嘛 听了之后 你就会讲嘛 你听了之后 你能讲多少 就讲多少 只要不讲错就行了 不会讲的那个地方就不讲嘛 会讲的就讲嘛 就不错了嘛 我叫你讲一部米朝经 你要不要把苏朝搬下搬出来 这么大本子把人吓到了 提目我会讲 我就讲这一句嘛 就行了嘛 经文我会讲 我讲几句也行了嘛 所以讲东西 简单明了 尤其对现代的人 大家工作都很繁忙 哪有那么长的时间 来听你讲一部大经 不可能的事情 越简单越好 把这个经里头 重要的意思 你能够说出来 就可以了 说的叫别人 我们的目的 就是叫人相信念佛法门 叫他什么 叫他发愿 他肯定 目的就达到了嘛 你要想到目的是在此地 讲的叫他相信 叫他真正发愿 求生净土 真正的肯定佛 这是弘扬净土 目的就在此地 所以这一切祝福 所护所念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真正读诵这部经典的人 必定蒙一切祝福所护所念 这个念就是什么 就是佛常常挂念我们 常常想念我们 佛常常保护我们 为什么他要保护这个法门 我们要求佛菩萨保护 求佛菩萨保佑 你就念这个经典 你就念阿弥陀佛 你就一定得到一切祝福的保佑 所以可见了这个法门的殊胜 那么旧母罗舍大使 他为什么 翻译经的时候 不用这个原来的经题 他要把这个题目改成佛说阿弥陀陀佛 为什么要这样改法呢 这个底下有 经名是摄思改定 经名就是现在这个经的名字 叫佛说阿弥陀金 因为这个经是旧母罗舍大使翻译的 是他老人家定的这个经题 这个经题不是佛说的 是罗舍大使自己定的这个名字 那么他定的这个名字 用意也很深 因为这个经呢 主要就是叫你 致持名号 夜行不乱 干脆嘛 就用名号做经题 所以一看到这个经呢 你自然就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了 所以这个用意很深的很深 所以后人对这个罗舍大使这个智慧 也非常散散 也很佩服 那么没有说他 题目定的不对 因为他定这个题目 深深的符合佛 劝人念阿弥陀佛的意思 他底下呢 是自由而易 说出两个道理出来 第一点 佛是无尽以往 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里 都是无量意 无量意 二点呢 比佛人说 要稳固 这个念要 念去神 要是爱好的意思 就是喜欢 喜欢 这个不念乐 不念快乐 念要 意思是爱好 比佛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特别于我们这个世界 众生呢 语言很深 大家喜欢听这个名字 喜欢听这个名字 所以罗舍大师就用佛名做进题 那么这个是他的用意 那么底下呢 抄里头解释 就是解释 就是解释 罗舍大师 列这个题目的 两点意思 第一个是 是一无尽者 如前缘 阴佛便舟 这是前面说过的 阴佛便舟 射到佛 一切的意思 可以说 统统都去做了 意思都圆满具足了 一切功德借从佛出 福即不思议过 那么这个意思也很清楚 也相当的清楚了 由弥陀万德鸿鸣 摄放三世 一切众生所喜要 上知祝福赞叹 下知鬼出归也 正为不思议功德故 那么这个意思也非常之好 这个刚才说过了 释放三世一切祝福 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的 没有不赞叹阿弥陀佛的 没有不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没有不劝人念阿弥陀佛的 所以你念阿弥陀佛 祝福欢喜 祝福欢喜 佛不是说你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念我 这佛就生气了 那是我们世间人的 这个行量不是佛了 为什么呢 佛小的 你念我 你成不了佛 你不能往生 你只有念阿弥陀佛 你才能往生 你才能成佛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受方祝福 祂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我们赶快成佛 这就是佛的愿望 我们怎么能赶快 怎样才能赶快成佛呢 你念阿弥陀佛 你就快成佛了 正如同 向导大使 跟我们说的 他叫我们专念 第一个呢 身 专礼 我们这个身 每一天礼拜 拜谁呢 拜阿弥陀佛 身专礼 阿弥陀佛 口啊 不念别的了 其他通通不念 专念阿弥陀佛 心里头啊 也不想别的了 什么都不想了 专想阿弥陀佛 这个身呢 也不要拜别的佛 不要拜别的菩萨 你能够把身口意 这个三页 统统专在 阿弥陀佛上 神道大使说 一百个人修 就一百个化身 一千个人修 就一千个化身 坏修坏人识啊 真的吗 真的 一点都不假 我们 看到了许多事实 这个事实啊 比如 谭虚老法师 在这个 佛祈开示里面 所讲的那个故事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地弦法师 这个徒弟 念了三年佛 人家站着往生地 欲知实知 站着走 死了以后 还站了三天 等老和尚来 替他处理后死 你看人家本事都大 这个人呢 不认识 虽然出了家了 地弦法师给他提多了 没有收集 老和尚不要的收集 他年岁太大了 出家不要收集 他自己当然 不会看经 他经也不会 从来也没有听一次讲经的 他一次讲经也没听过 出家之后 老和尚就叫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一直念下去 所以他真的 他就是天天礼拜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干了三年了 他成功了 你要问他别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大悔 大悔 施小咒都不知道 阴庆墨语怎么敲 他也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 报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三年 往生的时候 地弦法师给他处理后死 对他非常佩服 很赞叹 而且说了 他这个陈旧 比那些讲经说法的大法死 比那个名山宝刹的方丈主持 高多了 这真的不是下的 这就是砖 没有别的 山岛大师这几句话 是在 观无量寿经读记 观无量寿经四帖书 就是山岛大师做的 那个上面讲的 所以我们搞多了 搞了很多的花样 没有用 不得力了 真正得力了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明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真正不可思议 所以 就莫洛舍 拿他来做禁题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云苏超之 苏已是金 超已是苏 即一小也 这个苏超呢 那现在来讲就是注解 用这个苏超 已经是相当客气了 这个注解的名字 有很多种 在佛门里面 在佛门里面称之为愣 称之为愣 你想大智度愣 大智度愣 就是摩草波若波浪 波浪密尽的注解 它称论 龙树菩萨造成 凡是用论这个字呢 就是很坚定 很肯定地说 我这个注解 就是佛的意思 决定没错 这个才可以沉沦 跟佛讲的没有两样 那么后来这个大德呢 不敢这样沉沦 我这个讲的 未必是佛的意思 只能提供你做做参考 你可以持可以写 你可以给我改正改正 论不可以 论我说这个 跟佛说的没有一样 没有两样 你只可以尊神 不能不尊从 决定不能更改 我说的一字不错 那个态度 苏呢就客气了 谦虚多了 苏是苏通的意思 那么在我们中国故事后 这个注解也是如此 你想这个春秋三砖 春秋孔老夫子说的 祖车明给他做了注解 叫做砖 供养砖 固养砖 这是三家了 给孔老夫子这个书 做的注解 成砖呢 砖就是传的意思 这个意思也坚定 我这个注解 就是孔老夫子的意思 没错 一句都不能改 可以永远传到后世 这个口气很大的 后来的人呢 不敢 不敢用这个词 所以这个注解啊 所以这个注解啊 用注 用解 用苏 用超 用这些 这都是情绪的话 这个意思就是 我不一定完全能够符合 佛的意思 可以修改 可以提供大家做做参考 不敢那么肯定 不敢那么肯定 就是这个意思 他都要加于注解 那就是注解的注解 这叫超 超啊 这是注解的注解 就是苏还是很难懂啊 再用超来解释苏 所以你看这个超啊 解释苏的 底下这个超就解释苏的 那么这是 为什么又有苏又有超 到这个超啊 说实在话了 我们现在还是看不懂啊 还是很深的 那么还需要加于注解 注解对注解 还要再加注解 这个注解呢 就是演绎了 就是演绎了 所以有苏超演绎 演绎啊 就是注解超的 这个是越注就越多了 意思就越多了 意思没有止境 永远没有止境 所以目的呢 就是希望啊 我们容易明白 容易体会经里面的意思 这个是做俗 做超 做演绎 甚至于我们讲解 目的都在此地 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 那么下面呢 这就讲什么叫苏 什么叫超 解释这个字的定义 苏者 古云调成也 又 记住也 在这个经文里面 有些意思啊 很深的意思 忧深的意思 我们能够体会 能够看出一点 把它住在这个 住在旁边 或者是 用另外一个本子 把它写下来 记录下来 这叫调整 叫一条一条的 一条一条写 写下来 所以呢 也是记住的意思 记就是笔记 把它住明白 自己的心得感想 自己的悟处 记悟之处 精畏 精一的四条成 而不隐晦 意思明显 经过这个注决 我们意思看得非常明显 略取 又邪路也 什么叫略取呢 略取 调整之 窃要 泄卢 记住之泄明 这个 窃要的意思 是说 调整 前面讲的就是苏 把这个苏里 重要的意思 重要的句子 特别把它圈出来 特别把它提出来 让这个意思 更为明显 是它重要的 只有这个意思 这个叫略取 你比如想 我们去年呢 印的这个 《华严经》 苏论转要 《华严经》 发华经 《文治专要》 这些呢 都是说于 略取 调整之切要 因为苏根论 分量太大了 所以取重要的 那个不重要的呢 就不露 把重要的字录下来 这个叫赞药 这两部书都是清朝康熙年间 道沛禅寺编辑的 就是浙露的 对于我们研究华严经书论的人 可以说帮助很大 华严书论分量大 意思也深不容易 法华严文具记也是如此 也是非常之深 分量相当之多 经过他做这一番工作 对于我们促书的人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段 我们多精华 多提药 多精华 多提药 那么这个就是乐趣的意思 那么写路就是写笔记 我们今天的话讲做笔记 听讲啊 读书啊都要做笔记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从前呢 叫记住 现在的就是现在的写笔记 帮助你记忆 这个不忘记 而且呢 重要的地方啊 就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是苏 这个苏朝两个字的定义 下面讲记 记就是希望 是望也 就是我们对它一个希望 金难明 金的意思很深 不容易明了 苏通之 把它苏通 苏通 我们就容易明了金一了 苏难明 苏也住得很深了 朝处之 朝处的写明 写明 把这个意思透出来 希望别人都能够明了 都能够晓得 都能够明了 这个经里面的毅力 那么说到说了这么多 他这个莲池大师这个祝福的好 好在不仅对这个教相 他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而且每一段都有称信之谈 这个称信之谈的这一段呢 就是经里面 甚深的毅力 所谓是 玄外之音 玄外之音 文字表面上看不到的 实际上这个文字 就是吸引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道理呢 就底下这一段 叫称礼 他每一段后头都有个称礼 礼就是什么 真如本性 从真如本性里面来说 称礼 这自信之谈是佛义 所谓是自信弥陀 违信净土 完全归到自信 自信之谈无量是阿弥陀意 自信仇仁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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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时鲍尔 自信具体辩造是射精力 是后劫力次 以后每一段他都有称信之谈 这是他这个诸解了不起之处 他能从精义实实在在显出我们正书本性的精义 自信具就是佛 佛是繁文音译过来的 翻成中国字就是具 我们人每个人都有具 哪个人不具呢?都有具 为什么不叫佛呢? 因为你不是自信具 你要是自信具呢?那你叫佛了 你现在是什么具呢? 你现在这个具是妄心具 不是真心吗?妄心吗? 你听到文字打妄想吗?想东想西吗? 这是妄想心的 这个现在具 这个性的都是错觉 不是错觉 不是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真心嘛 你怎么会真觉吗? 你用的妄心嘛 妄心、觉 那是错觉 不是真觉 所以你真心 你真心要是觉悟了 那就叫佛了 妄心那个觉 那不叫佛 不叫佛 所以要注意 自信救 这个《金刚经》上有一句话说 这个意思是这样 我们说 如果从佛的色相上求 从佛的音声上求 色相是什么?就是威仪 那佛做怎么做法? 战怎么战法? 睡觉怎么睡法? 行诸作我,思威仪 谁想 从音声上求 音声上求佛说法 你听了 依照佛所讲的这个去求 佛说 世人行邪道啊 这个依照奉行呢? 怎么还行邪道呢? 你要想的 佛的色相 因人来 都是叫我们 弃法自信决定 不是叫我们跟他学的 是叫我们看到他的样子 听到他这个 法语 开启我们的自信 佛的目的就是 不是要我们学他那个样子 不是要我们学他的言语 是吧? 当时 的确很难懂啊 现在更好懂了 怎么说现在更好懂呢? 现在我们跟佛相处三千年了 我们的意识形态 生活方式跟佛完全不同了 如果我们还学他那个样子 还学他那个阴神 那你在这个社会 真叫开道去了 真叫落伍了 行不通了吗? 所以 佛法叫你求自信出 你要自信固然觉悟了 佛法是火点 不是死点 火火火火 佛法是什么? 佛法就是现实的生活 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除世待人觉悟 热而不迷 这就叫佛法了 所以并不是要装成了个样子 不是的 那叫死在佛法里头了 所以佛说 是人心邪道啊 为什么呢? 把释迦摩尼佛看成是佛了 自己变成了魔了 自己成了魔了 佛是叫我们自己成佛 不要把自己变成魔了 是这个意思 金刚金刚的一句话 意很深很深 你看佛教一到中国来 立刻就变成中国话了 在印度啊 在印度啊 三一一波啊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啊 一到中国 我们中国皇帝供养的一个宫殿 很好的居住场所 他不要到外面就落宿了 每一天有好的供养送给他 他不必到外面就脱脱了 而且供养很好的衣服 衣食住行生活全部改变了 全部中国化了 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人 学佛一定要学小城大的衣服啊 如果你真的想学 你现在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泰国的出家人 不是佛 为什么呢 因为佛只有三亿 你还穿着这个小裤子 你不是佛 你那小裤子都不能穿 佛特伯日中一时 那么你现在吃三餐 你没有学到 你没学到 佛那个时候 佛与佛弟子 树下盘腿打坐 没有房子住的 你现在还有房子住 你也没有学到 你看看嘛 学得不像嘛 学得不像 不冷不累吧 这不叫行邪道 叫什么呢 那些人听到我一定反对 说我骂他 说我不遵守佛的教训 还骂他 他们自己认为 他那是佛法 错了啊 所以佛法了 在哪一个时代 一定跟这个时代完全相同 在哪个地区 哪一个国家 一定跟他的风俗习惯 也完全相同 大家在欢喜 他喜欢接受你啊 所以佛教一到中国来 就好像被中国同化了 其实呢 什么呢 横顺众生随喜功德马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而不能死在佛法里头 不要学死了 要欺发自信者 这是这一点的意思 自信者无量啊 是阿弥陀佛意 阿翻作中国意思是无 弥陀翻作量 佛翻作觉 所以整个翻出来 是无量觉 我们觉性是一个 我们觉性是一个 觉性是一个 我们觉性其作用啊 是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作用 这就是阿弥陀佛 什么叫觉性都很难讲 觉性是什么样子 如果讲是什么样子 也许能够稍微体会到一点 六祖啊 说出了他的样子 就是自信缺的样子 他说 本来无也无啊 何处也成埋 这个就是缺性的样子 所以这些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执着的 你有分别 有执着就是不缺 就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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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没有分别执着 心地干干净净 决定不落印象 这是真正的缺 真正的缺 不分别 不执着 不乐印象 这个心多清新的 这个心呢 广大 没有边际 心有分别 就有界限 有执着 信仰就在小了 就有大小了 所以说 无分别 无执着 不落印象 这个是缺的样子 那么其作用呢 其作用这里 有分别 有执着 但什么有印象 怎么叫有分别呢 因为众生有分别 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 不是自己分 自己没有分别 随众生的执着而执着 自己没有执着 所以 他的执着就是不执着 他的分别就是不分别 分别就是不分别 执着就是不执着 你看这个弹经里面 怀让禅死 跟六祖那个问答里头 因为这个怀让啊 也有一些地方 有这个答复的时候 有辨别的时候 六祖的时候 哎 你不是有分别了吗 他底下答得好 分别也非一 你啊 不落在心意识里头 那就是分别 是随瞬你的分别 我分别啊 不是我心里真正有分别 六祖给他印证了 印口了 不是自己真的有分别 不是自己真的有执着 自己真的分别执着 统统没有 统统没有 是随瞬众生分别 随瞬众生的执着 他自己心里清净 一尘不染 这个呢 就是自信觉的样子 这个不容易做到啊 这个是功夫啊 真正的功夫啊 啊 啊 那么自信本十二觉啊 是念头过人意 本觉 是对十觉而说的 那 十觉跟本觉 是相同的 就是你开始做 就是你开始做 因此 你就要知道 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了 不可思议 念佛这种功夫啊 是任何一个法门 是任何一个法门 不能相比的 你的参差 所念的这句佛号 是本觉 十本相应 十本不二 十觉和本觉啊 因此这个因念相应 因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因为这种念法呢 他同时 他同时把这个 见思沉沙 无名烦恼 同时断 你说哪一个法门 能够把这三种烦恼 同时断 不可能 一般的法门都是 先断见思 再断沉沙 最后破无名 他是分成皆成的 他不能同时 唯独念佛的法门 是同时的 诸位想想 如果不是同时 为什么一往生 就圆正三不退 那讲不通嘛 理上讲不通嘛 就是因为念佛的这个时候 他这是同时的 他是十觉和本觉 十本不二 所以这个一句佛号 同时断见思烦恼 破尘沙无名 破根本无名 这个法门的好处 我实在讲 说不尽 知道的人太少太少了 所以这个法门是殊胜的 没话说 摄放诸佛赞叹是有道理的 不是随随便面赞叹的 你看哪个经上有摄放诸佛赞叹 没有啊 找不到啊 只有这一部经摄放一切诸佛赞叹 所以这个功夫 平常我们自己念 我们自己不晓得 实在化的时候 你自己念的时候 念得也不如法 你念的功夫不得力 你真正得力的时候 它真有效嘛 你这烦恼一定是天天轻 无名一定天天减少 你这个决心会透出来吗 那么到灵命中时 佛来接引你 佛光照你 佛力加持你 你在这个时候得一心不乱 所以一往生 冤真散不退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才叫二立法门 我们自己做一半 佛到那个时候力量加得上啊 这样殊胜的法门 如果不是大力的去宣扬 这个宣扬 一个众生相信了 一个众生就成佛了 不仅是得度了 他成佛了 两个人相信了 两个人成佛了 真真相信了 那是大善根大福德了 经上讲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必顾 我们为众生能做的就是因缘 就是把这个法门的殊胜 法门的功德利益 介绍给别人 讲解给别人听 他相信了 那个人就有大善根大福德 他不相信了 他没善根没福德嘛 所以没善根没福德了 是一粒而根 融为道种啊 他种子种下去 这一生不能成就 将来还会有成就的 这是我们真正将能报佛恩呢 只能做到这么一点 能把这一点做好了 就是报答方案了 自信决体 也变道是说经意 众生沉迷不觉 不觉了 所以佛来为他们开始了 使他们觉悟啊 能够叫一切同生觉悟的 这也就是说经的目的 所以具体变照啊 那也就是说经的意思 变照 简单的说呢 就是对于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一切时空啊 没有一样不清楚 没有一样不明了 这也就是变照 这也就是变照 决定不明 知道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晓得自己啊 应该如何来处理 晓得自己啊 应该用什么方式 什么态度来做 所以不说经也带你去说经 你拒耳不明了吗 那么你的旁边 这个善根福德深厚的 他看到你这样子 这个态度 带人节悟悟 也引发他的救 所以我们讲深教 深教 引教啊 统统都要去做啊 当然你的心清净啊 就是意教啊 心里头已经在说经了 口没说经啊 心已经在说经了 无时无处啊 不说经了 就这个意思 这就变照之意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四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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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